那Flex Context开源之后呢 我一直在尝试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能不能像Cartonite一样啊 去实现很多的控制功能 那比方说一个典型的应用 来生成一致性的角色 那经过不断的尝试之后呢 我其实呢也得到了一些不错的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用一个图片生成的 一致性角色的这个列表 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质量呢 都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做呢 那下边呢 我就在Running Hub上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son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么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一下 有趣的80后程序员 然后呢在我发布的工作流里边 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用到的工作流 好 下边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到底是怎么去实现的 那我对整体的工作流呢 先做一个基本的介绍啊 它整体的架构 其实就是一个Flux的生成 当然呢这里边有很多的技巧 那我们需要着重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从模型加载的部分来说起 我在这儿加载了我们的Context DV模型 而且是以FP8的格式加载的 另外的话呢 我这儿采用了Sage Attention 让注意力更加的集中一点 然后呢 我还用了CFZ Zero Start 虽然我们整个的Flux Context的啊 它的CFZ是设成1的 按道理来讲 CFZ的设置的话呢 应该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但是我这儿用了CFZ Zero Start之后呢 我觉得效果还会更好一些啊 所以说呢 我这儿还是使用了这个节点 那还是那个原则 我们并不是一个学院派啊 我们还是看实践的效果 然后呢 这儿有一个双编码器的加载 加载了我们的Clip-i 和我们的T5编码器 加载了V1 然后把它们存储一下 这就是模型加载的部分 然后是我们的图片处理的部分 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两张图片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要转换角色的那个图片 它的宽高呢 并没有任何限制 什么样的都可以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引导图片啊 我们叫Reference Image 这个呢 是一个角色列表 大家看一下 它有三个人物啊 这个人物呢 可以是正面 侧面和背面 也可以是其他的 这个无所谓 因为呢 我们引导的主要是布局啊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姿势呢 是靠我们的提示词去设定的 那就是说 我们这张图片最主要的作用 是让它用三个人物的形式 把最终的图片呢 给它呈现出来啊 所以说呢 它并不像CountryNet那样 做的特别的细致啊 那我们看一下细节处理的部分 首先呢 我先把这个背景 给它去掉了 而且呢 背景用了灰色的一个天充 所以说你真正看到的这张图片呢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对它进行了一个Resize 这个Resize呢 主要是把它扩充到一个 1024x1024的分辨率啊 因为呢 我们在这处理这个Flex Context的时候 和传统的模式有些不同 我觉得标准的1024和1024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大家可以做不同的尝试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两张图片做一个上下的拼接 大家注意一定要做上下的 左右的呢 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Flex Context的缩放 那最终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 而且呢 我把它存了一下啊 叫做Safe Image 然后刚才的原始的这个角色图片呢 我们叫做Main Image 那下面我们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传统的Flex里边 其实是拿这个当成我们的Latent进行采样的 而在这呢 我是生成了一个空的Latent Space 这个用的是Empty SD3 Latent Image 它的分辨率呢 是1024x1024啊 所以说呢 配置项其实只有这一项 那我们在其他地方呢 就不单独的设这个Config的部分了 然后看我们的这个正向条件和复向条件的这个处理 首先呢 我们这有一个提示词 这个提示词呢 我回头会放到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意思是说 我现在要创建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创建呢 是拿第一张图片作为主体 然后呢 把它创建成三个不同的视角 分别是前视角 侧视角 因为侧视角也可以叫Profile 是吧 还有这个后背视角 另外呢 我希望它能够完全的和我们主体的图片 保持这个什么 保持一致 所以说后边有很多的这个说明 另外呢 我希望它是一个Foot body 就是全身的 所以说有一个Foot body shot 然后是一个灰色背景 而且是一个写实的图片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提示词的设定 这个提示词完了之后呢 我们将我们刚才产生的这张图片啊 进行一个编码 然后呢 我们会使用Reference latent的进行一个条件的修正啊 就是把这个图片的条件给它加进去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条件 大家注意啊 我在这并没有用Flask guidance 就直接跳过了 我觉得呢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尝试啊 因为我们必定是叫自研的一个工作流 然后呢 是我们采样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Model 这是产生的正向条件 负向条件 我们的提示词 然后是我们的采样步顺 这是25步啊 这个latent呢 是这个1024x1024的这个空的latent 然后是我们的V1 采样的部分呢 是CFG 1.0 OLA Normal 这个当然可以换成Simple 然后呢 解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角色列表 这就是我们这个图片啊 然后呢 我们采用这样一种布局形式啊 来产生三个不同的视角 分别是正视角 侧视角和后背视角 好 下边呢 我们换一张 比方说这个 这个呢 是完全不搭的一张图片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直接给它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三个人物 侧视角 正视角和后背视角 这个人物有点什么呀 有点肌肉感 然后呢 我们再试一个别的 我们看一个全身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 大家看一下啊 正视角 侧视角 后背视角 这个都是不错的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条件的部分 如果我现在把这个条件给它连上啊 这儿我们设成3.0 这个就和我们这个Flux基本上一致啊 当然Flux这儿是2.5是吧 这儿我们就3.0 然后我们同样的这个来测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人物呢会不大一致 所以说呢 我这儿就没有使用Flux Guidance 另外的话 你要注意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这儿用了一个空的提示词啊 在传统的这个Flux Context里边 还是这样用的 用的是这个节点 然后就是这样连过来 然后这是反向条件 这个我测起来也不太好啊 我们也试一下 不见得能复现这个效果 大家感觉一下 这个感觉还可以是吧 我们再试一个啊 如果这个效果好的话我们再给它换回去 我们换一个半身的吧 这个 还可以 但是这个位置稍微有些问题啊 我们再猜一遍 还不错啊 那这样我们暂时先用这个 那我们继续往下测啊 如果说确实效果不错的话呢 我们可以采用 ZenRout的形式 然后呢 大家注意啊 这个视角呢 我们现在写的是Full Body 你可以换一下 比方我们换成Half Body 大家看一下 这个Half Body好像不大起作用 是吧 Full Body还好一点啊 那我们再试一个别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Half Body 到底能不能出来 比方这个 大家看一下 现在可能就能看到一些问题了 就是它出来的可能都是全身的 但是呢 这个人物的这个腿呢 它就容易变形啊 这也是这个工作流不太稳定的地方 这个也是我当时不使用这个的原因啊 这个我记不清了啊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不断摸索的一个过程嘛 是吧 大家看一下 全身照好像都不太好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这尽量的还是用什么 还是用Full Body啊 再看一下 这样呢 比例会更好一些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工作流啊 那么还是我强调一下 就这个工作流呢 目前呢 我是出于一个实验阶段 但是我觉得它整体的稳定性呢 还是不错的啊 那回头呢 你可以拿这个当基础 去生成这个VCE的视频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这个一致性的角色呢 就会得到满足啊 那你比方你希望这个视频里边出现它的正视角 测视角和后背视角啊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有人说我为什么不用Flex Context 直接去切换这个相机来得到测视角 你要注意啊 Flex是这样一种效果 就是你去修改图片 对于人物的一致性保持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你一旦转换视角或者采用这种叫参考生成的话 人物一致性的保持呢是不够的 那就是即便是这种情况 你注意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人物和你的这张图片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去看 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感觉跟那个也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我们在一张图里边进行三次采样啊 我们得到的这个效果 就是他们之间相似性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基于这个理论的话呢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可能会更加的有效果 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工作流啊 那回头呢 你可以拿这个三个人物作为参考图片 去生成你的视频 那这样的话呢 一致性可能就要好很多 好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阿宝 还有什么 我购身 是这种语言的 但是这样 我就听到说 我购身